本来我都不太紧张 但是我看到他们这个气氛这么凝重 我就有点紧张了 终于要来了 我们这个音乐 真的紧张的氛围就扑面而来 我们来看看东旋这边 估计 这按牛了 对 这个是要赌的 是要赌的 不可能再给他牛了 那东旋这边也很果断 机械先知 就你敢拿懂男吗 我手上有一个雕刻家 其实东旋去搬一手先知和机械 是非常聪明的一个BP 因为他可以就像一个万能BP一样 让你猜不透 又怕你修机快 又怕你的脱了我的牵制时间 对 这样的话我觉得 拿个前锋祭司会好点 对 前锋祭司因为拥兵有替代兵 但是祭司你想去替代他的话 就比较困难 包括前锋嘛 这两个角色都是能够创造三出 创造奇迹的角色 所以说对于ACT来说 现在不拿 更待何时 对 前锋果然出来了 有没有祭司 有 果然祭祭国王 来了来了 都回来了 这个时候一句 这个前锋祭司 那个轻回 那是其实也还好 因为这样的话给东西人 其实这个傭兵看你搬不搬 如果你把傭兵按掉 这边 果然把傭兵按掉了 我可以拿什么 我可以拿守木人 可以拿野人 也可以拿那个昆虫学家 囚徒也可以 囚徒稍微补一下 修机速度 可以 可以 但是他的话 如果你选囚徒 你对于祭司的配合量 是要求很大的 是的 对 但是你选昆虫学家的话 你对于这个配合量的需求 就会比较少 野人 野人 那就昆虫吧 画家 开始画画了 开始了 开始了 有的人偷偷练了昆虫 还偷偷练了画家 这个版本的画家 好像也是我们的一个首秀吧 是的 很强 这个角色我是 之前 前段时间拍 我一直有玩 很厉害 但是他 上线高 但是他这一个 下线其实是有点问题的 因为 他开局有时候是白板 对 对 所以说 如果你被秒了 你就被秒了 但是画家的好处是什么 可以秒救 对 对 那讨厌你像你的白板六鬼吧 是 画家这一首 看看是这个出其不意 自闭 还是说 还是说 来了一首这个神来之笔 让我们可以期待一下 神笔马良 对的 确实我们 如果说按照这两天的一个格式 我们是觉得 哦 大概率是不是这个昆虫学家了 好的 那么现在准备进入比赛后面 本场比赛呢 是由ACD的求农者 对阵抖舞的监管者 由解说林志 喜欢你讲 为你带到 爱描 实时赛况解说 是由ACD的求农者 这个点位的话 还行 小木屋里面 三板能锁一个人 是谁呢 是前锋 前锋也可以追 那脸上找到野人 算了 还是来找前锋 这样的话 这前锋还是可以追的 对 这个就是单练 带了一个 没有带底牌 踩板加挽留 这样的话 狐狸前锋 其实面对雕刻家的 是有一些法力 别拉球 哎呦 想拦 但差一点点 这个板子不好近 躲一下 躲一下 再骗一下 两个还是都躲掉了 一个板 可以可以 这里非常秀 是的 这个窗战 这个窗战 在骗 想一个交互夹 没有被夹到 很漂亮 这边一个拉球 进大场 直接拉了半个球 而且大场那边是有洞的 然后野人也是直接上猪 不给机会 哇 那这局的话 狐狸的这个牵制 非常的亮眼 无伤进到这个二楼 技能是带了一手传送 跳下来 这边祭司先走 祭司已经打好洞了呀 对 这边留个一小洞 这样的话 大小洞一清 要考虑传送了 那边已经防起传送了 哇 这一局的ACT 整个都是 全副武装上阵了 是的 然后一个预判架 四倍的祭司也是拉了点 还偷偷打好洞 哦 东穴这边要搞 搞坏东西了 坏心眼 但是的话 狐狸没有吃这个套路 野人直接吹哨 迷茫了 要传送 直接传送是黎明 落地是黎明的画家 目前来说是一个白板 这边就想抽一刀 没有抽到 但是这个雕像 哎呦 他开始偷偷画画了 这个全自动AI雕像 有点过分啊 是的 噩梦模式 对 这样直接被夹了受伤 再画画 哎呦 又夹一下 开出一阶 还行 这个画应该有 这个画画出来了 开电话 哎可以 给你康个宝贝 但是晕的时间并不久 这个距离拉得不是不够远 看看这边 要倒了 雕刻家也不太舒服 他这边野人就是想稍微的帮忙牵制 野人拖这个雕刻家的人 雕刻家是很难受的 嗯 我觉得要真的把你拱下来 刀太短了 对 刀太短了 然后僵制很久 然后他又雕像又不太好夹 这个移动速度这么快的野人 没有二阶的话是 会被野人消耗得很难受的 一个一拍撞漂亮 哎呦 但是这个僵制不够下满 这边还是抽到 又起来了呀 但是野人这个猪的时间是不够了 所以说 但也拖了很久 是的 想要挂过来干扰一下狐狸 比较尴尬的是狐狸没有球 而且是一个一夹一刀的状态 狐狸这边只能走了 那给到九半仙来救人的压力就很大 他现在不想直接过来 因为密码机不太够 被压住了一台遗产 而且这边如果前锋过来救的话 东旋直接开启二阶 对的 他来救人很有可能救不下来 这个一定是要要野人来的 但野人来的话 密码机又多一点 对 这边先开二阶 放掉下意图炸炸到了 炸到了一下 然后预判震射 这边一个回 哎呦 没有回到 画是画出来了 第二幅画有了 想弹双脑没有弹到 这样的话 画家进行 需要进行一个二六啊 然后前锋 但是这边以为画家没走 画家直接走了 那来追前锋 那样节奏就又断起来了 他想把前锋 秒在遗产 打一波换挂 但是这边很聪明 直接拉远了 这边大洞已经起好了呀 那这个自断节奏了 除非说他现在能传送 找到黎明的画家 哎呦 他这个就是想死守 那台遗产 但是不给你这个机会啊 是的 求人者进行一个互摸 可以不修 这个头标 看到了 看到了 必须要把 哎呦 哎呦 已经画好 而且还看到了 不过好 在求人者互摸状态 密码机那边没有抢 他要跑很远的一个距离 这样的话 黎明这边倒了 那这一局 目前来看 暂时来看 像是一个平局的一个节奏 是的 然后自闭那边 也是打了辅助洞 想要看看 有没有机会 让前锋过来救人的时候 方便你 但是这里的话怎么说 因为这个人不太好救 虽然说前锋是满状态 虽然他还有根魔棒 因为这个密码机的话 感觉你需要救下来扛刀 才有机会够啊 这个人一定要扯下来 给一个 哎呦 那救不了了 这人 应该被夹到了 哎呦 一个预判 再来一下 打开被救不了了 坏了出事了 这就是风险 因为救下来 密码机是有机会够的 那东旋的话 他想弹 而且有个问题 现在前锋倒地 在遗产机附近 对 他先把你的人赶走 然后考虑把你的状态 只要你有一个人 在倒在这里 被我找到机会 那这局可能就立马 就是一个赢局了 现在的穷者 还是有机会凭的 对 现在对于东旋来说 最好就是 把一个人秒在遗产机 然后外面的人 也没法救人 对的 哎比较可惜 刚刚如果救他来的话 这个密码机确实是能够压好的 然后如果刚刚 前锋那波直接挂在两脑一窗这边的话 对于求生者来说也是比较难受的 对 但他不敢 他怕这个密码机快了 所以他想先赶走 那边可以摸 其实这个局对于求生者来说 还行 没有那么崩 就如果说那个机的只有一半 把人挂过来了 那就完蛋了 然后现在的话 可能要打个状态 去开一台新的 是的 然后求生者这边 也是派祭司在这里卡 然后那边前锋和野人 偷偷补满状态 不对劲 祭司想偷 但是被发现了 有点难 如果祭司现在 自闭这边还要去那边 抢一抢鸡刀 很有可能被人秒在这里 他如果倒在这里 他如果倒在这里 出大问题 出大问题 外面前锋跟野人 是很难再起一台 对 这样的话野人必须要过来 给到你压力 不能让他去追这个祭司 很聪明 不然的话 这个祭司刚刚就危险了 差一点点就 然后那边也是直接另起两台 想去预判一下 这个东旋的投标 那这边想到不管野人 直接炸 他们这把想去拉扯 其实双方都很难去找到赢的一个节奏点 是的 现在整体的节奏还是一个平局的节奏 对 这对于双方来说 大二绿平局 如果说密尔机开了 这三个人有机会三跑 而对于东旋来说 如果你现在给到机会 也有机会三抓 但是都很困难 一定要对手先失误 是的 而且东旋其实他不敢离开这个太远两百一双的机子 对他现在也是觉得一只手这收益不大 过来探一下 估计一会儿 对 两百一双 这里也可以 可以守这个门 是 哎 炸到一下 套路在博弈 这有有说法 一刀 那边两百一双的密码器快压好了 对 已经压好了 这里打一刀直接开 那带了挽留 没有一个底牌 双有个传送 然后地价也是在大房后面这边 不能让祭司进入大房 先针对吧 先针对祭司 看有没有一个传送 再留一个的机会 比较难 比较难 先去控一下前锋的场 直接传送 因为没有人点大门 这边的话落地 看能不能找到前锋的刀 找到前锋的刀的话 就有说法了 套路一下前锋有加速 板子一踩 那边的门也是 骑着猪赶紧去点 那么前锋 这边也大概率被卡在这个点位了 对前锋很难走 而且也没有道具了 基本上就是一个白板 一刀 蓄一刀 哎呦 通了 那那边门是应该要开了 祭司这边的话也已经跳到门了 除非说 但他投哪怕把祭司投到也不够 因为门开了 嗯 是的 然后距离也比较远 对对 他也没有传送 除非他再给他一个传送 对吧 但是不太可能 好难哦 那这局的话双方是在第二局打成了一瓶手 现在目前还是斗舞的一个小优势 对于斗舞来说 打成一个瓶手的话 是非常赚的 因为等一下第三局 还是他们进行宣托 拿出了这个画家 也还行 其实这个画家的发挥 感觉 让我们能看到 就是他的画也是成功的画了出来 也成功的 还可以 确认的接完 对 这还可以感觉就是两幅画嘛 拖了时间也拖了挺久 对 嗯 都可以接受 对对对 这这一局的话 主要我觉得前期前锋牵制很秀 但是也是因为他 就成给前锋败前锋 前期牵制了很久 但是最后呢 一波救人没有救到 那来看一下这一局的一个修机主力啊 自闭修了267 啊 东选这边是命中了23次 然后求生纸这边是 大家都牵制了100多秒 100多有两个都是打团的数据 是 因为拖了很久嘛 来回拖 对吧 他这个 后期的时候就是 这边控一下 那边管一下 嗯 嗯 就还是这把 其实前期整体修生纸 做的都很好了 嗯 对吧 最后那个密码机时间也是够了 而且他那一波想谈前锋 嗯 把画家给放跑 给了一波大机会 前锋没有倒 前锋被 被送走了 没有说挂在这个遗产 那这个求人者是要赢的 是的 只可惜最后这个救人 没有救人来 然后双方进行 那一波拉上还是跑平了 是的 然后而且有一点就是 画家一倒的时候 野人及时赶到 其实这个时候野人不是说 我非要把你 呃 撞下来 或者怎么样 我其实就是给队友 签 签置一个休戒的时间 嗯 对 他那波真的拖了很久 对 对他 因为你 我们就有时候 就是觉得队方 要选掉过家的时候 就可以拿个一人 很厉害的 只要他没有二阶 你来拖他 很容易就把这个人撞下来 因为 你可以在他的 这个近身意志中 他的一个一阶 对你的一个 呃 除了在很狭野的地形 嗯 他这个一阶 对你真的不厉害 啊 因为你的移速太快了嘛 对的 然后他也是 还撞下来一波呢 对 虽然说 差点 后面被抽搭了 差一点 就进行了一个 再来一个二六啊 那就很恐怖了 对 嗯 这局的话 反正对于斗舞来说 肯定是 赚爆了 因为这局差点三跑嘛 对 那对于 A7来说的话 可惜 嗯 真的可惜 就是其他一招 就是一个救人 救下来了 就 就我觉得 也好嘛 哎 他后面有一个 非常聪明的一点 也就是在卡两板 一窗的机子的时候 他祭司和野人都过来了 嗯 对了 好 那我们的比赛上精彩 让我们双人休息 马上回来